大家好,我是Kelvin 歡迎收聽島國男子的生活日誌 那不知不覺呢 我們這個節目已經陪伴了大家好一陣子囉 從二月份開始呢 大概陪伴了大家有四個多月的時間了 然後呢現在已經是六月份了嘛 那其實呢原本呢 這個節目呢 是打算要有一個夏天休息的這個動作 就是我們休息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呢在八月份呢 再和大家見面 然後呢可能有很多新的題材 新的內容 新的訪談 但是呢我留意到了 就是最近呢 在亞洲的很多國家呢 其實那個冠病疫情的情況呢 還是沒有趨穩的 也沒有好轉的喔 所以呢很多人呢都會被迫 待在家裡可能辦公 生活之類的 外出的部分呢就減少了許多 那我就決定了呢 原本該在夏天休息的這個期間呢 錄製一些訪談 可能錄製一些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心得 一些內容 一些心情寫照之類的 希望呢可以陪伴大家度過這個 宅在家裡抗疫的這個日子喔 那說到這個疫情啊 你們或許應該知道嘛 新加坡一年前呢 已經被這個疫情有影響了 那去年的時候 也是大概在年中的時候呢 呃 我們新加坡也有進行了一個 阻斷措施的這個動作 就是說呢 我們的政府呢 是勸請人民呢 就是盡量待在家裡 然後呢 有一些非必要的一些服務呢 是被迫關閉的 所以我們在去年 已經很像是度過了兩個月的這個 阻斷措施的這個時間 然後呢 其實呃 就被迫在家裡 然後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體驗啊 在那個期間呢 就是我們新加坡也進行了這個 在家辦公的這個動作 然後呢 我們就真的是生活跟呃 工作的時間 真的是相互堆疊到 呃 就是有時候可能真的是分不清這個界限喔 所以呢 我相信呢 那一個期間 那段期間 其實是非常難熬的 對很多人 那對我來說 幸好我是有一個很呃 很好的一個僱主啦 我們的僱主呢 真的是把那個工作跟休閒的時間 就是劃清的 劃得蠻清楚的 而且蠻尊重這個私人的時間的 所以我就在這個節目 可以開始跟大家一起分享說 我在去年的时候 呃 這個在家辦公期間呢 我們我是做了一些什麼 希望呢 可以給你們一些呃 點子啊 然後呢 也可以給你們一些小貼士 讓你們可以在呃 居家辦公的時候呢 呃 找到一些不一樣的一些體驗 居家辦公的好處就是呢 你有多出來的時間 然後呢 可以讓你更專注在你一直很想要追逐的一些 呃 興趣 更深入的了解你的興趣到底是需要怎樣的一些技能 然後呢 你可能自己去學習這些技能 所以在家辦公呢 如果你是幸運的話呢 你是可以有很多時間來讓你實現你的一些興趣和一些嗜好的 在家辦公呢 也有很多好處 就例如通勤的時間也少了 然後呢 睡眠的時間可能也多了 如果你雇主是能量級的話 當然呢 居家辦公最好的呃部分呢 就在於啊 你節省了很多可能通勤的費用 或者是在外打包 外食的費用 呃 可能就是周末和朋友一起出去的費用 你已經省下來了 當然居家辦公的不好之處就在於呢 你跟生活 呃 你的生活跟工作之間沒有很好的呃 分清的那個界限 我覺得居家辦公給我 偶爾也會給我一個壓力 就是你可能會呃 很在意說老闆 要你要讓老闆知道說你有沒有做了一些東西 所以你可能很呃 會不定時的會去告訴你老闆說 欸我做了這個這個這個那個那個 呃 呃 可能就心虛的部分吧 或者是你很想要證明給老闆說 你其實在家裡是呃 有效率的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部分可以 真的是可以給我們帶來挺多的壓力的 當然居家辦公的不好之處也在於呢 你有些日子 有些時候呢 肯定是完全沒有效率的 肯定是那天你可能真的是很疲憊 然後你可能就是貪在床上 然後或者是呃 可能你呃 把你的筆記型電腦呢 在搬到床上工作 然後可能就整個就換去網購啊 或者是看換去看youtube之類的 所以這個也真的就是在居家辦公的一個挑戰之一 當然呢 在家裡的時間多了 你跟你的家人的相處的時間也多了 一定會有摩擦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自己個人呃 有親身體驗到的 當然我覺得呃 每當這種摩擦發生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做的就是諒解了 因為我們每個人呢 都是很像被一個氣壓鍋 然後呢 壓在一個地方 被悶在一個地方很久了 所以難免會有一些摩擦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呢 你懂得要怎樣冷靜 然後怎樣處理自己的情緒 然後有一些適當的隔離 才可以避免更多的摩擦發生 那我們要如何來改善我們這個居家辦公 或者是長時間待在家裡的這個體驗呢 你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哦 可以我們可以從我們日常的一些練習來做起 我們每天起來刷牙呢 是我們已經很習慣的一個練習 一種習慣 呃 一種儀式感嘛 對不對 我們一起來就一定要刷牙 然後把自己整理得乾乾淨淨的時候呢 我們才可以開始一個新的一天 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去家辦公呢 很容易的就是 就覺得很周而復始 很容易的掉入這個 我們會覺得乏悶的這個步調 當然我覺得呃 有一些儀式是很重要的 有些習慣是很重要的 除了刷牙的話 我們還有什麼一些習慣可以讓自己的腦袋 在一些 早上起來的時候 很不清醒的狀態下的提神 然後讓我們自己回過神來 可以準備來迎接今天的挑戰呢 所以我們人類是很喜歡有習慣的 有些動物也是如果你發覺狗的話呢 他們呃 如果你沒有養狗的話 有些狗就是在每天的一定的時候呢 他們是會想要做一樣的東西的 然後呢 我也看到這句話 就是說你早上起來所做的第一件事呢 會決定你整天的生活節奏 我覺得早上起來的第一件事情呢 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刷牙的話呢 我其實基本上呢 會開始去泡咖啡 因為我也在練習拉花 呃 我會做這些讓我有興趣的東西 讓我提過神來 然後呢 除了可能把我們的 呃 被子 呃 遮好 把我們的床弄好 然後把我們桌子整理一番之外呢 我可以 我可能也會掃一掃地 或者是 媽媽地之類的 讓我的整個頭腦清醒過來 讓我準備今天 可能在工作上會所遇到的那些挑戰 我發覺呢 因為我最近 就是我在 居家辦公知 知識日子以來 我就是 我都有做 呃 咖啡拉花嘛 所以我覺得 咖啡拉花是一個我自己的喜好之一 然後呢 我可以在每天早上起來呢 就很迫不及待去做這一個動作 做這個我所喜歡的一個動作呢 呃 真的是可以讓我 對這一天感到很兴奋無比的 所以呢 真的 你早上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真的會決定你整天的生活節奏的 當然第二點呢 也就是我們的穿著了 我覺得衣服呢 對我們人的這個頭腦呢 我們的心情 我們的頭腦 我們對我們的自行性 是有一個很大的影響的 就比如可能有一天你穿了 穿上西裝 西裝會讓你整個人看起來很正式 你看起來很正式 你的 你會感覺到很正式 然後你整個人都會變得似乎不一樣了 所以衣服的超能力吧 衣服的超能力就在於 它可以讓你感覺很不同 所以如果你是穿著很寬鬆的 在很舒適的衣服上班的話呢 你應該也會感覺很舒適 然後你應該也會感覺你不想要做工 我覺得適當的就是有一個 要有一個分界點嘛 如果你真的是很想要把工作跟生活分開的話呢 呃 我們已經無法換了我們的環境了 所以我們能換的呢 就是我們的 我們早上做的一些習慣 我們一些練習 然後我們也可以換的呢 就是我們所穿的東西 嗯 我覺得你們 如果你們想要換 就是呃 比較正式的衣服 但是還是舒適的話呢 你們可能試著可以穿一些比較緊的T恤 當然不是說要超級無敵的緊 但是我可覺得 比較俐落 剪裁比較俐落比較緊的一些合身 嗯 我覺得合身是那個 呃 恰當的詞彙 合身的一些衣服呢 它可以讓你感覺比較呃 正式吧 當然我也沒有說要你們穿一些 一件大衣 或者是一個很 很不舒服的一個襯衫 但是我覺得 你可以穿一件很合身的T恤 然後比較合身的褲子的話呢 你整個人也會覺得說 欸 我不一樣了 我已經在不一樣的模式 不一樣的狀態 底下 我要做的就是我要很 專注的做在做這份工作 放工了過後呢 你還是可以換回一個比較寬鬆的衣服 讓你整個人也會感覺到放鬆 所以我覺得呃 呃要有一個相比吧 才可能感覺得出不一樣嘛 對不對 如果你在工作也穿那個寬鬆的衣服的話 然後你放工也穿一個寬鬆的衣服的話呢 你是感覺不到差別的 所以你要讓你的頭腦感覺得出那個差別 才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分界點 我覺得我有點遲才發覺到這一點喔 就是你在房間裡的哪一個角落 做工也很重要 我自己的一個人的房間呢 因為我是跟我家人一起住的 我的自己的工作空間 我的房間就是12平方米 我的房間裡頭呢 也有一張桌子 然後還有一個單人床嘛 我覺得你要選一個很適當的角落來工作 可以讓你真的是感覺不一樣的 所以呢我現在我我之前我工作 跟我休閒的地方都是處在一個牆角落 就是沒有不是靠窗的 然後呢我唯一的照明就是我的桌燈 然後我在這裡我在這個角落工作了 在家辦公了一年 我才發覺說 我是不是該換一個環境啊 就是呢 我可能拿一個折叠式的桌子 然後呢 把它擺靠近窗口的部分 窗口的那個位置 然後在那裡就做工 然後呢 放工的時候 再回到我的這個小角落 靠著桌燈來陪伴我 我發覺 我可能是因為是新一個新的環境吧 我我我整個人的那個效率很不一樣了 因為我靠窗嘛 然後呢 我覺得我很喜歡靠窗的地方 因為我可以在我忙碌的時候呢 我可以稍微的轉過頭去看看到窗外的風景了 我覺得這個可以讓我有很大的喘氣的空間 因為我平時就在我那個牆角落的話呢 我我做工作到一半的話 我就看著看著牆 真的沒有什麼可以讓我喘氣 因為就是面對著一個牆來工作 有兩個不同的地點 我當然我也不知道你的房間多大多小 但是我 我的房間是夠我有兩個不同的地點的 所以呢 我可以做工的時候呢 就靠窗 放工的時候呢 就靠牆吧 至少兩個不一樣的地點 讓我有一些類似一樣的分割 難怪我去年在家放工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有點壓力 因為就靠牆壁 然後真的是覺得很悶在一個地點 然後就真的覺得很沒有靈感 很沒有新鮮感 然後我整個人就真的覺得說 我是很乏味的 我在一個很乏味的狀態底下工作的 那居家辦公呢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來讓你減肥的 很多人就覺得說 哎呀 去家辦公 然後呢 健身房也關閉了 因為平時我們都有 我跟我朋友都有去健身的 因為都30多歲的人了 還不健身的話 是會變胖的哦 我很多人就會答應說 哎 怎麼辦 哦 沒有健身房 在家裡做運動的話 是不是比較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效率 會比較不想要的做運動 去家辦公呢 如果要減肥的話呢 我們可以從 飲食方面下手 因為你在家裡工作了嘛 你在家裡有主導權了嘛 你可以決定你想要吃什麼 你在外工作的話呢 你真的是沒有選擇 你是有選擇 但是你選擇不多 可能 你的選擇可能是一些比較不健康的 可能需要很多油的 或者是很貴的 健康食物通常是會比較貴的嘛 所以你去家辦公的話呢 你可以說OK 今天午餐我想要吃兩份的雞胸肉 還有可能一些蘿蔔 或者是蔬菜 這樣的話呢 你可以更好的知道說 你每天所攝取的營養 攝取的卡路里 你可以去計算一下 你到底吃了多少 因為我比較是一個 我拜到拜五 我覺得說我在工作的模式 我不需要吃很好吃的東西 所以呢 我是很OK 就是午餐晚餐都是吃一樣的 吃一樣的份量 我其實呢 在阻斷措施過後 在居家辦公過後呢 我是發覺我其實是瘦下來的 當然是加上有適當的運動啦 我其實覺得這真的很神奇 因為我只是午餐晚餐 我都吃一樣的東西 然後早餐我是不吃的 所以我是等到可能一點 我就吃午餐 居家辦公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讓你選擇 你想要吃什麼 而且可以是很健康的 你可以選擇就是油放的比較少 或者是調味料 很像鹽放的比較少 醬汁用的比較少 很清楚的知道 你可以拿掉什麼 或者是加點什麼 如果你是覺得說 你想要多一點蛋白質的話 你可以加一些雞蛋之類的 說到減肥 也一定少不了運動嘛 我覺得呢 運動呢 是一個很關於規律的一個東西 就是你真的是要很有規律 然後說運動 就是運動 你不可以懶散 你不可以說 我今天不打算做 當然你可能有一兩天 可以是這樣子的 那個沒辦法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很懶惰 但是我覺得說五天之內 拜一到拜五呢 可能四天或三天 可以來騰出來 一小時到兩小時的時間呢 來做運動的 那時候在阻斷措施的時候呢 我是在家 所以我用的是resistant band 就是一些彈力帶 來做一些阻力式的 阻力的訓練哦 它其實也可以讓你 就是訓練到一些肌肉的 所以呢 你可以把那個阻力帶 彈力帶呢 綁在一個可能你的窗口啊 或者是你的門上面 然後呢 就可能用這個彈力帶呢 來就是練一些你的肌肉 可能二頭肌啊 還是胸肌之類的 如果你不想要做重訓的話 就是阻力訓練的話呢 你也可以用一些體重的訓練 很像伏地挺身啊之類的 我們人的體重其實是可以做出一些訓練的方式的 當然你可以上網查一查 有任何的體重訓練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有氧的話呢 也建議你可以去找一些很像 HIIT或是TABATA之類的一些運動哦 它也可以提高你的肺活量 或者是你的心率 讓你呢 燃燒一些脂肪 我之前呢 有健身房有開的時候呢 我是去做Body Combat的 就是這個拳擊的運動啊 在老師的指導下呢 就跟著一些音樂啊 和一些舞步來做出一些拳擊的動作的 當然你可以上網找一找 Body Combat也有在上網的一些教學的一些影片 你可以跟著一起在家裡做Body Combat 當然我要建議的是呢 你在做Body Combat的時候 或者是在做任何 在家裡做任何運動的時候呢 是希望你可以穿上鞋子跟襪子的 因為呢 屋子裡的地板是硬的嘛 對嗎 然後可能健身房的地板 或者是外頭的地板 可能有一些是有 比較軟的 所以呢 你對你的膝蓋的一個負荷不會那麼大 當然你在家裡的話呢 你就需要穿上鞋子跟襪子了 它也可以保護你的腳踝 最重要的是呢 你可以買一個店 一個瑜伽店啊 來讓你無論做任何運動 你都可以保護你的脊椎 或者是你的膝蓋 我覺得這個是 隨著年齡的增長呢 是非常需要的 因為你也不想在家裡做運動的時候呢 受到傷 然後呢 你可能又要去看醫生了 那就更麻煩了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呢 你也可以跑到外頭 然後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 我盡量呢 在去年阻止措施的時候呢 我是盡量的跑去跑到一些公園 做一些運動 當然我們是也要遵守那個社交距離 或者是攜帶口罩 那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呢 每個人在外頭呢 做運動的時候呢 都是喘氣的呼氣的 所以呢 你要確保你是 你是在安全情況下做運動的 而不會被感染到 來到最後幾個部分 我覺得照顧好了自己 我們也要試著想一想 要如何的去社交了 因為我們在家裡辦公 在家裡長時間的待在家裡呢 少了很多跟朋友之間的互動 我們人類就是要跟人家有個互動 跟人家溝通的嘛 如何在待在家裡的時候呢 跟朋友互動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我們有個很厲害的一個武器 叫做互聯網 互聯網呢 可以跟我們 把我們跟朋友之間連線起來啊 我去年在阻斷措施的時候呢 我會在每個周五的晚上呢 跟朋友一個social night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能就會 嗯 買了杯酒啊 或者是一些零食啊 可能就跟朋友視訊 然後呢 我們可以做一些 可能玩一些遊戲 當然現在也有clubhouse啦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跟朋友聊天的話 也是一個很容易的事情 我們是用google meets google hangouts 來跟朋友一起視訊的 然後呢 我們會玩一些遊戲 可能who's the murderer 或者是玩一些畫畫的遊戲 然後讓對方猜 之後我們也可能會聊聊聊 聊到一兩 凌晨一兩點的 然後我們周六就 就就大睡一番啦 當然我們也有玩 呃 動物森友會 就是在Nintendo Switch 任天堂那個遊戲機 玩動物森友會 也跟朋友一起聚一聚 然後更好笑的是呢 我跟我的同事 也玩起了動物森友會 所以我們 真的是工作跟生活之間沒有切割 因為我們 啊 放光過後呢 也跟同事 一起玩動物森友會 所以很糟糕 但是真的很難忘了一個體驗哦 我有一個朋友呢 他在京都是個導遊 當地的旅遊業受到影響嘛 幾乎就是沒有旅客 所以呢 他就決定了在Airbnb上呢 呃 舉辦了一個 就是視訊的 視訊的導覽活動 就是基本上 他就是可能在京都的某一些 呃 名聲地點啊 就拍下來一些 呃 影片 然后呢 是通過 就叙述的方式呢 通過視訊 來跟你介紹一下 京都的一些 不為人知的一景一物的 我覺得 Airbnb也有一些 蠻不錯的體驗 你們可以去看一看的 然後支持一些 呃 叫一些外賣 然後寄給你朋友 然後呢 你們可以 呼叫 就是呢 哦 我可能點了一個漢堡給我朋友 我朋友點一個披薩 到我家之類的 在你的 乏味的一個日子當中呢 有一個 呃 驚奇的一個部分吧 呃 我們也可以去支持一下我們的餐飲業者 我們喜歡的咖啡座 或者是喜歡的餐館 當然我想要說的是呢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很像我一樣那麼幸運的 有些人呢 可能他們的居家辦公的環境不是很理想 或者是呃 他們可能也受到了很多不同的壓力 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在這個時候呢 呃 多多關心你身邊的朋友 家人 或者是同事吧 我覺得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那說到這裡呢 我希望剛才我所說的這些 一些小貼士呢 是對你有幫助的 然後呢 希望你在這個艰難的時期呢 是可以有陪伴的 是可以積極面對 可以很正面的面對這個挑戰 希望呢 你們那裡的疫情 可以快點好轉 那接下來幾個星期的節目呢 我也會邀請我一些朋友 他們可能有些可能是做媽媽了 有些可能是生在國外的 呃 我們來聽聽一下 他們在這個疫情的情況下呢 是如何 呃 度過他們的日常的 呃 也希望呢 你可以找到一些共鳴店 堅強的度過這一次的疫情 那下個星期的節目呢 我們就會跟這些朋友一起聊天 呃 一起分享他們那裡的日常 感謝你收聽這一集的節目 那如果你想要支持這個節目的話呢 請上apple podcast留言 跟我分享你的反饋 或者一些意見哦 讓我可以有更好的在這個節目上做出改進 那其實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呢 我真的是很想要 呃 认识更多在華人社群裡頭 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很希望你們可以上呃 這個節目的IG帳號 也就是hello.islander 在instagram上面呢 就可以找到 然后呢 希望可以跟你一起互動 多認識你那裡的一些呃 文化 多認識一些你所讀到 你所聽到 你所看到的一些東西 我真的是很期待 和聽眾一起溝通的 所以希望可以在instagram上面看到你 那就這樣咯 下一集的節目再見了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